我們把那個編號給刪掉 這個刪掉 這個也刪掉 會變這樣 那一樣底下的編號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定位的時候 應該都是沒有編號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當然你就不能用上面的編號 你必須修改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 得到 應該要的位置 其實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想到 可以用什麼 橫向的可以用這個 一個函數 叫什麼 Column 列的話叫什麼 叫Raw 所以 其實 那Column跟Raw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 它不需要這上面的編號 也可以做到 因為它本身就是藍列的關係 第二個的話就是 也不用鎖定 因為它的位置一定是 固定在那裡的 你向右 它就自動就跑下面一個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修改 才可以 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第一個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地方 怎麼樣把這個地方 編號有誰取得 有Column 那Column你可以 我習慣是自己打上去的 或者你可以用 插入函數方法 打一個 Column 小瓜糊 那不過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打這個 打這個函數上去的話 你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它一定會抓到 第幾藍 所以回來的話會告訴你 這個時候是2 那可是我的編號應該是 從1開始 所以勢必怎麼樣 把它怎麼樣 減1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把這個地方 減1 他就得到1了 OK 那再來的話 加上什麼呢 倍數 由誰決定呢 由Raw來決定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把 原來的A4 這地方把它打個Raw 小瓜糊 然後它的位置的話 是在那個 現在是在第4列 所以記得 怎麼樣 後面把那個列的部分 減掉多少 減掉4 也就是說 第一列 第一次有沒有 不加上那個 20的倍數 有沒有4嘛 4減4那不就是 0嘛 0乘上20 所以這一列 不加20 那下一列5 5減4 乘上20 那不就一倍嘛 以此類推 好 我們做完了 也就是把剛剛的部分 稍微做個修改 改完就按確定 向右 向下 現在 一樣OK 不過我 當然我也比較建議 就是說 將來你們在做 其實好像用Colin跟Raw 似乎 會比較好一些 為什麼 因為 不需要那個上面的變號 因為如果你用剛剛那個 就好 說 我